再来关心台湾的疫情 今天本土案例再度加零 已经连续四天 本土都是零确诊了 不过今天新增两例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 都是来自印尼籍的愚公 但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周仍是防疫的关键期 防疫工作仍旧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至于其他国家都已经陆续开打的新冠疫苗 台湾到底进度是如何呢 机关署就特别表示了 我们跟很多厂商都有持续在谈 包括了诺瓦瓦克斯 还有交商都在名单当中 而陈时中也在记者会上特别证实 的确都在进行之中 本土疫情已经连续四天加零 但想要真正恢复生活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疫苗进度 不是只有BNT啦 不是只有Materna 不是只有 或者不是只有COVAX Jones & Johnson Merc虽然Drop掉了 Merc啦 Novavax啦 强调买疫苗不会单一投资 因为承担不起风险 原本就有在分批谈 不过原本传出 我们向辉瑞药厂买疫苗 还付了五千万美元的定金 但却遭到代理商上海复新医药施压 所以辉瑞药厂毁约退订 陈时中也亲自说明 陈时中说这些金钱汇兑往来都很清楚 而大家也很关心 为了裁剪谎报的案 九一三到底要不要罚 照上传说从抗体阳性判断案九一三 已经感染一段时间 而另一位一月十九号 从陶医转院出去的病患 二十九号因为肺炎过世 大家也关心 到底是不是染上新冠病毒 陶医群聚事件 虽然本土零确诊 看起来暂时缓解 但大家的疑虑和紧张 还是没有放松 只希望疫情不会再扩大 大家能安心过年 华世新闻王星银黄瑞玲 台北报道